花莲县议会财政小组在召集人黄兴的率领下 15号的上午是来到了花莲地震事务所 了解业务实行的状况 黄兴表示 由于国土规划的关系 加重不少各地震事务所的业务量 希望在未来中央能够提升相关人事的不足 并且加强零贵多元语言的服务 而财政小组将会持续的督促县府 期盼让民众获得更好的地震服务 花莲县府地震处 攸关县府财政业务 15日上午有财政小组召集人黄兴 副召集人黄灵兰 以及明年将接任财政小组的政副召集人 议员李正文 杨华美 来到花莲地震事务所进行业务考察 现在是讯划的 内政政府推的一个相间 有朝向去这个部分来推动 那这个对我有地震机关来讲 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那在人力没有增加之下 业务量也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们地震人员的移动 其实是非常大的 一直在缺人 那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也是 尽量养斗 对民众的要求 或者是我们便宁的部分 我们尽量做 过去那时候的规划是一个空间规划的 规划的规划 就是说基本上都是摆在你的成效 像你第一次对这部地震室来讲 它有比较低过分 主地使用辨率可能 那现在目前的目前的火索 这还有个地方 因为地震室有些部分 都会拆起来 就空间化效果 便宜使用转货 这样会 会把那个 电阵进去 能够取得 社群工厂 像主制总统改造 当然还有好几点事 在那这部分 比如说你在地震室 像我这些过程 是什么地震室 像我这个地震室 他要重新改 比如说在改 比如说这个在改 比如说什么 什么 你才能说他的 又分 或什么 建设计算是分合 以后不再再做的这一块 那为什么是第三阶段 我们就依照相关的 这个维发实施 我们会发现 工作不够做好 财政小组对于地震室 所的相关业务 及服务设施 提出建议也给予肯定 包含突破空间限制 提供民众便利的 地震专车 另外像零贵服务 则建议将来 能提供多余盐 如原住民语等服务 而由于业务量增加 也了解各地震室所 人力上的知景与艰困 那地震所的工作分量 也很重 那这么多年来 包括我们今年 要在做国土规划的部分 也加重我们各地 地震单位的 一个工作的分量 那因为地震是 专业的一个单位 所以人眼的部分 一直以来 就是没有办法来补足 也很欠缺 所以各方面的工作效率 就会来做 降低跟delay 那也希望中央 在这个区块 对于人事的部分 能够更提升 相关的一个补足 人数能够来弥补 我们各地震所的人眼的 一个补足的问题 那包括基层服务的部分 我也希望他们在 林贵服务的部分 能够加强一些族群的语言 不同的族群 来共同来林贵来服务 因为我知道中央 对于客委会的 林贵的一个终点补助 他们都有在做 对于原住民 因为13个乡 都是原住民的区域 也希望在 原民会在原住民的区块的部分 也能够尽量给我们地震 单位的部分 尽量来协助跟帮忙 给他们一些预算的补足 我相信能提供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那经过我们多处的一个了解之后 各地震所我们会做成结论的话 通过议会冲到县政府 我们会继续来做推动 希望各位乡亲好朋友 在地震服务的部分 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服务 由于地震业务 就关华联县府的财政 召集人黄欣也表示 希望借由业务考察 能够更了解 华联县府对于所属的土地管理 以及为民所服务的项目进行了解 也才能够加强地震业务 提供民众更方便透明的业务服务